祖内的弟兄姐妹们,感谢上帝离开了恩典二十一年的时间之后,再次回到教会来,虽然期间有来过教会好几次,但是这次是不一样,这次是历史性的一次,因为是恩典教会要安利长老,第一次安利长老, 所以我在此恭贺那几位将要被安利长老的弟兄们,愿神大大的使用你们,也祷告你们,真的也被主所使用 刚才前牧师所讲的后现代的课题,我不会那么学术性,而是我想把我们发生在澳洲的一些事情, 一些过深深的后现代,受后现代思想所影响的事件,如何清晰进入到教会里面来的一些事件 那么这一次我负责两个的主题,第一个的主题是教会与领袖,然后圣经与教会的宣教 所以我说,我这次会把焦点放在我们澳洲的服事的经历,或者弟兄姐妹们会问,那么跟我们恩典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是有的,如果神感动你们,让你们看到西方国家,包括澳洲的需要的时候,我想那就有关系了 其实我很为你们感恩,你们已经在一些环节上,已经开始了,那么至少你们已经支持了一些海外的神学院 还有一些在海外服事的牧师,是在经济上支持他们,那么好不好?真的很好 但是我想还可以做更多一些,或者是说够不够?可能还不够 所以接下来继续听的话,我想你们就会更加的明白我要讲了什么了 所以首先我们讲到教会领袖,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谈教会的领袖 第一,就是圣经对教会领袖的合格,或者是要求 那么第二方面是教会领袖的责任 第三,我会在,我刚刚说了,因为澳洲教会的一些事情 他们在教会领袖,澳洲教会的领袖们 所面对澳洲所谓教会的架构所带来的一些困境 特别是我所服事的威脸公会 那么首先我想讲到合格和要求的时候 对唯独圣经的原则的持守 今天我想教会面对的最大问题 包括领袖 当然牧师在内就是对圣经的不信 不信包括了是只信他们所相信的 只信他们认为是对的 是合理的 只把圣经当成另外一本书来看 或者是神付出来的气 神的话不是至高的权威 不够完备不是绝对的无物和无妙 这些都是对圣经的不信 这样的不信就好像中马田牧师所说的 导致于整个讲道的地位的下滑 人们会开始猜测 会开始去推理假想 口中所说的说服力和他的伟大性 就必定的下降 渐渐吃气功效 把整个讲台倒垮了 所以我相信魏师敏信条的告白 把圣经放在第一章 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吧 若领袖对圣经为基督徒信仰的 至高权威一标准 他的漠视性 权威性和充分性 都有保留的话 那么他对圣经所说的 又能够相信多少呢 在这样的牧者 或者是领袖的带领之下 这个教会只会一步一步的 离开真道 所以这是对领袖最基本的要求 他们对唯独圣经原则的坚持 这是我接下来 所要讲的任何一切的最主要根基 我在说如果是在这一方面 妥协了 出错了 就会步步的错 和建筑界的眼里一模一样 地基于妥协了 上面再建的有多华丽 多漂亮的楼房 都是白费的 不久将变为无有 或者是要付上非常昂贵的代价 来到修正 所以我再说 这个是最主要的根基 接下来的 所有讲的都必须是在这个的根基 之上 第二方面我想 做领袖的必须要管好自己 一个连自己都管不好的领袖 我们就不能期盼 他管理好他的家 那么连家都管得乱七八糟 你把教会交给他 那么教会就等待灾难的到来 所以如保罗所提醒提摩泰的时候 在提摩泰前书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 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而你凡事尽重顺服 人若不知道怎么管理好自己的家 怎能照料神的教会呢 管好自己的家 就包括当然 要有好的品行 所以提摩泰前书 三章二节说 你们做监督的必须是无可指摘的 只做一个人的丈夫 有节制、智力、尊重 乐意的接待理克 善于教导 不好酒、不打人 只要温和、以人无争、不贪财 等等 第三方面 胜过罪 我不是在为教会的领袖 找犯罪的借口 我们必须承认的教会的领袖 都不完美 都是在成圣路上的罪人 但是领袖必须对罪敏感 实时依靠上帝来到胜过罪 来自于魔鬼的试探 是一件切实的事情 若我们不常常对付我们自己的罪 心中的欲望 骄傲 眼目的情意 我们不可能做好 教会的领袖 我们要清楚是一个 罪是一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离我们非常近的事情 特别是当教会的工作 事工有取舍的时候 同工们同心合意的服事的时候 奉献增加 我们更应当小心 在我做工作的经历当中 我们常常会犯错的时候 是我们事情都做得很顺利的时候 做得很好的时候 我们说complexency cuse 无论在我说 在工作 在教会 服事 出差错的时候 魔鬼攻击的时候 都是我们自以为 我们可以靠着自己 我们不需要祷告的时候 和以色列当时 很顺利地拿下 耶利哥城的那种心境 是一模一样的 哀城 不过是那个小小的城 我们自己可以搞定 不然 也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他们的失败 第四 在意神的奖赏 信业教会给我们的典型的例子 我们的使徒保罗 这位蹲在牢里 命不久一面对众叛亲离 一个看起来极其失败的人 在写信的时候 少有人 然愿意聆听他话语的提摩泰 还是那么的淡定 提摩泰后书二章四五节说 你应当借力在神面前 做一个蒙喜业无愧的工人 这里重要的是在于 借力在神面前 做一个蒙称喜无愧的工人 在人面前 是不是蒙称喜无愧 不是最重要的 当然 最好是能够做到荣神 义人 但必须承认的是 这种被颠覆后的世界里 你要做到这一点 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许多时候在教会都有难度 出去外面 我想 这个难度 就非常的高了 在神面前 做一个蒙称喜无愧的工人 在这里的关键就是 要正确地讲解 真理的道 按照真理 圣经真理的道传讲 因为只有神的话语 才是真理 不是讲人喜欢听 想听的道 当然 在当时提摩太正面对着 一般不按真理 在教会里面 误导信徒的洗米奈 和非礼徒 一个不正确地讲解真理的道 他的事奉 我再说 到头 都是一场的空 因为不蒙主的事业 纵然在表面上 可能教会来了许多的人 教会很大 奉献也从来不缺 但是我在说 这不是蒙神所使用的 教会领袖 第二个很重要的第二大方面 就是保护 群羊 这无疑是新业中 长老们主要的工作 就是要保护好当时教会受到假师傅的害 我们看到新业的书信当中 这都是当时作为教会领袖所非常关心的课题 也欠免其他年轻的领袖 也欠免其他年轻的领袖如此 特别在这方面需要非常地看重 我想在那段时代是非常特殊的 因为那段时代 时间 那个圣经还没有完全的写下来 更显为重要 当然任何一个时代的教会都同样的面对着这个的危机 毕竟圣经警告我们 常常警告我们在这一方面 我们需要去留意 耶稣在马可福音13章22节 就告诉我们 因为有假先知 假基督将又起来 显神器 倘若能行就把 显民都迷惑了 保罗同样该告诉我们 灵后 那一等人只有假师父 假使徒 行事诡诈 装着基督使徒的榜样 做光明的牵使 装作光明的牵使 都是假的 他继续地提醒提摩泰 人必要厌烦真理 耳朵发扬 随从自己的情谊 就增监好多的师父 彼得后书同样也在告诉我们说 将会有假先知出来 在你们中间就必定有假教师的出现 彼得后书同样在讲那些不屑无数的 不稳定的人 加以去解 好像去解别的经书一样 今天的假先知 假师父 异端学说 如以后春笋般的出现 韩国 今天是可以说是出产 异端 或者是出口异端 最多的一个的国家 这几个都是在澳洲相当流行的 The Great Church Road 这个在弥际 闹了很大的事件 新天地 如果你有看Covid在韩国 这个也是一个在Covid时间冒出头的新天地 当然上帝的教会世界福音宣教协会 听起来非常属灵 不要忘记他们深入中国 我们教会就一个姐妹 去中国里面深造 加入这个的教会 当然还有之前暗杀了日本前首相安倍的统一教 那个不算是新的 那个已经很老的老异端了 那么曾经我说 这个连世界福音宣教卫都曾经到我家里来敲门 在澳洲这异端是相当的猖戒的 当然还有我们教法轮功常常站在路边 很勤力地在拉人 耶和华见证人会常常到家里面去敲门 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哪些的异端 是不是也曾经被东方的闪电闪伤了你们 不要忘记这些人都可以用很流利的中文 像这些中国人我们在海外的中国人来到交流的 当然除了防疫性的对策 对他们 就是让他们对异端有知识之外 让我们的会友有知识之外 我们更要有攻击性的武器 那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要系统性的 来到好好传讲圣经 教导我们的会友基要的教义 让会友们清楚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 这个是我们教会我想一生所要做的事情 另外一对圣经的教导 在我们说后基督化或者是后现代 刚才我们前牧师所讲的影响的西方教会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这一种我在说这一种的清晰是从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学校里面去就开始了 小学生 小学生就开始的误导他们 告诉他们说你不一定是boy吗 你是boy不一定要做boy 你可以做girl 你如果要改做哥的话也没问题或者可以做其他 也一直的在告诉他们灌输他们说 你的父 一个家庭不一定是由爸爸妈妈所组成的 我们可以两个爸爸跟一个妈妈 两个爸爸跟一个妈妈 没有听错 当然两个妈妈也行 两个爸爸都可以 现在的问题不单是跟谁结婚 是跟几个 甚至跟哪一类 更可怕的今天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到一个所谓无爹的社会 烂交让一个女性怀上谁的孩子都不知道 我在说当社会把圣经抛弃时 他们已经找不到代替了 总之我们就是不要圣经 像我刚才所说的经文 他们厌烦了真理 耶稳烦更告诉我们说 他们无故的恨我 这些都影响教会 当我们的孩子接受了把圣经践踏的思维 那么要做boy 还是做歌 还是另类 要请哪一类 要请哪一类都不是问题 基督的父母从小没有把他们带到教会 和教会同心合意的来到 把圣经的话语好好地种在他们心中 常常为这些孩子们的灵性来到祷告 那么我在说 我们所打的是一个接接败退的战争 西方国家是一个言论极其不自由的国家 今天如果你在澳洲布里斯邦开店门的话 你挂了一个布条说我支持同性恋 你不以上麻烦 但相反的 今天如果你挂的是一个反对同性恋的话 我相信不久之后你的店就会被砸了 你在学校里是不可以讲宗教的 在工作场面更不可以讲 其实我在说主要是要针对基督教 我上班的那间公司 以前还没有做传道人之前 我去上班的那间公司 就有名文说 你在上班的时候是不可以讲宗教的 但是有一天我的老板 邀请我们所有的员工都去听一堂课 那堂课 他放映的就是The Secret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一部 这根本就是一个新纪言的玩意 所以这些人当不要上帝的时候 不要这些传统的人 那么重新找回的是什么 是他们的旧神 那些占卜 算命 水晶 吴婆 托拉 牌 Psychic Medium Tintel 心灵意志 全套的都来 今天你去到布里斯坛 你会常常看到大路边树立着这样的招牌 问题是 很多所谓的基督徒 就好像我们林务师很常讲的 很可怜的 我们都是圣经的文盲 很多的父母更在意的是 孩子拿多少个A 能不能进去某个大学 名牌大学 上得了那些 能够赚更多钱的学科吗 当然现在在澳洲 吵得热烘烘的 特别是布里斯班 是房地产 哪一个地区的房地产 所以当孩子 把同性恋 同性的这些问题 或者甚至无底线的接受难民 对年轻人犯罪的欢容 怜悯贫穷的手偷 你说怜悯贫穷的人不是好吗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 这个布里斯班的市长候选人 他说如果我当上市长的话 就是这位小姐姐 他说他将会通过法力 许可那些所谓的贫穷的人 去超市里面零采购 零采购 就是他可以随意的拿他 要拿的东西 所以当这些的思想 从小学到中学都不断的灌输 在我们孩子的身上的时候 当他们回来问父母亲 我们的父母 基督徒父母 没有办法好好地向他们解释 当社会把罪不当成罪看待的时候 我想接下来的整个社会将会瓦解 今天包括另外在马来西亚可能不太方便谈的课题 就是对以哈战争的想法 其实我们在西方国家里如果看到的 许多的媒体都是受到极左派的影响 甚至受异教的影响的媒体 他们很一方 就是单方面的在讲解这件事情 但是问题就是说到我们的父母如何去教导他们 我们的父母很多时候都没有时间 也没有兴趣去知道这些事情 同样的 我们教会就有一些孩子回来问他们的父母 把这些的很负面很左派思想的理念带回到家庭的面 到家庭里 他们父母真的是茫然 不知道怎么去回应他们 或者他们就选择投降的号 认同孩子所要讲的 当然我在说 当这些家庭面对这种种种的问题的时候 不会停止在这些 这样的家庭将会面对夫妻的问题和孩子的问题 有些是超出我们想象的 或者你们听过夫妻之间的吵吵闹闹 甚至打架吧 甚至女儿跟妈妈打起来也不是太稀奇的事情 但是我想你很难想象 做女婿的跟业母也打了起来 是的 家庭中的问题就是教会的问题 他们不只是看到彼此间的不是 其实他们天天的属灵生命的脆弱的时候 他们完全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 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那颗的良母 在家里如此 祈祷教会也如此 所以教会怎么不会有问题呢 所以这个是我在说 这个是在我们牧养上的 很棘手的一块 做领袖 长老的需要 我们需要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 回到圣经的话里 真的让他们看到 这个是他们的问题 而不是把所有的其他问题都怪碎到别人的身上 是他们自己的罪 而不是别人的罪 当我们自己眼离真道 是属灵生命的问题 自己没有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 虽然我们家里可以挂得很漂亮的一个牌子 耶稣是我一家之主 但是当我们在家里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讨论任何事情的时候 耶稣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许多所谓基督教家庭的写照 我们不是基督化的家庭 我们是基督教的家庭 坏果子是处于坏树 坏到根里面去 所以领袖需要一步一步的回到上帝的坏 然后被以根治 根治了被神所根 被神修复了之后 有好的根才有可能接触好的果子来 我很为你们感恩 其实你们是少许教会当中 拥有一个圣经辅导员的教会 在座的领袖 我想我们也需要学习去分担 如果有机会的话 学习在这一方面去服事 而不是让你的辅导员单一地去面对 若是你有机会去服事的话 我想你不难发现 这个是一件很烧时间 很劳心的服事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当你看到一个家庭真的被神所翻转的时候 你会有百般的感恩 这方面服事的领袖更需要牢记 我们不是神 我们不能帮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 我们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 我们需要天天的依靠神 我们才能够去面对 要不然我们就很容易地 在成功的个案上 不为荣耀给神而感到自大 相反的 我们也会因为挫折 而感到很自责 甚至犯上忧异症 所以作为教会的领袖 要保护好阳情 保护好神所托付给你们的 这是要让这些羊群有好的草吃 有营养 清洁的水 让他们能够健康地成长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 依靠我们的大牧人把关 把他们翻转过来 战战兢兢地常常为这些羊群祷告 免得豺狼把他们昏斥了 领袖们也必须警醒 和有危机感 不要忘记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警醒 警守警醒 sovere and vigilant 你们的仇敌魔鬼 好像好叫的狮子 走来走去寻找和吞噬的人 领袖必须有一些的探见危机问题 将会影响教会的一些课题 这样的教会才能够做好准备去面对 不是等到问题进到教会里面 我们才来亡羊补牢的工作 当然只有一神常常保守好保持亲密关系的领袖 才有这种的智慧 因为这种的智慧 我告诉你 不是来自于你的学士 而是来自于神 神是所有智慧的源头 另外就是不断的在属灵和知识上有长进 我在说恩典经事会 其实你们有太大的恩典了 让你们有这么好的机会 有很多的神仙的老师 包括林牧师 刚才的钱牧师等等 在你们当中里面去服侍 上个组织 其实我才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讲道 会后就听到一个领袖来这么跟我说 他说牧师你知道吗 你今天所讲的 讲到这个平夜色的事情 你知道我以前我有两个牧师 一直在鼓励我去听他的讲道 还觉得很好 他说 所以弟兄姐妹们 真的 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领袖们要好好认真的去好好的杂根 甚至牧师们不是拿了一个鞋位 然后就以为足够用一辈子 肯定是不足够的 我们在外面出来工作的人 我们都知道 我们需要不断的去 在我们那个专业上继续的去深造 去学习 那么怎么可能出来服侍的 读那个基本的神学课程 就以为一生就足够用了呢 所以这些课题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和之后的书信当中常常看到的 是这些作者们 这些使徒们 或者是圣经 非常专注的课题 当保罗离开小亚西亚的时候 他就欠解以赴所的长老们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体谨慎 牧养你的阳情 就是神用自己的血所买回来的 我们知道我们去了之后 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到你们 不爱惜阳情 就把你们当中也必有人起来说荒谬的话 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所以你们要常常警醒领袖们 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责任 在神的话语 不断的装备 以致我们能够分辨 一波测假师父 提多书一章九节 也就是这么的教导们 除了留意他们的品行外 领袖们 你们要坚守那和夫教义和靠的真道 好使他能够用纯正的道理欠免人 并且能够测负反对的人 一个是讲解 一个是护教教导 跟护教两个方面 让我也再讲另外一个 我们海外教会所面对的困境 就是教会领袖输责的问题 像我在开始的时候所说 海外教会的会友 包括领袖 都是一群来自于海外 就是像马来西亚 像大陆的第一代的移民 有几个问题就会出现的 他们当中 首先有来自不同中派的 不同文化背景的 不同国家的 有不同政见的 但是最困难的 我在说都不是这些的不同 而是属灵方面的问题 不同中派在治理教会上 当然他们会说 哎呀 先入为主的 我们那一个的治理方式是最好的 所以很难改变 人的理念想法是很难改变的 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不同文化的 有时候我们在表达的时候 是会产生误会的 甚至同工服饰之间会有摩擦的 另外我们知道很多去到海外的都是 不是满轮不过江 这些很多 若不是有学士 有成就 那么加上他们属灵生命的问题 要他们谦卑 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达哥的比方说 很多这些来自大陆的学者 都是去到海外才信主的 所以对他们而言 要他们学习圣经 在你们在教会里面学习 他们看不起的 所以他们一信主之后 他们想要学习圣经去哪里学 神学院 但是他们忘记了 他们是一个属灵的婴孩 连圣经里面讲什么都不知道 从来没有读过圣经 一进就要到神学院里面 去读圣经 糟糕的是 在澳洲的神学院 特别是中文系 学生的人数很少 加上当地的教会 是几乎很少支持 这些神学院的经费的 所以神学院的经费 来自于学生的学费 教会支持大概是5% 所以95%的经费 是来自于学生的学费 所以为了生存 只有有学生来 可能神学院都有唱哈利路亚了 所以因此当学院接受了一些 所谓的职业 把传道当成职业的学生 他们不明白神的呼召 对他们来说做传道人 可能就是一份 待遇不错的职业 特别是在洋人教会 有些是为了要拿到身份 有些留下来 都有不同的原因 那么这样的学生 读完之后 来到教会里面 来到应聘 你知道海外的华人教会 又很劝牧师 已经苦苦等待了牧师 这个要聘请牧师好几年的 结果有一个传道人 刚从神经院毕业的 来应聘的话 两个就一拍即合 当然我在说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 很多也都是被集收场的 澳洲里面的华人界里面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就是有很多的华人教会 刚才讲的 是没有牧师的 与此同时 也有很多 读完神学的华人 所谓的传道人 是没有教会牧养的 当然有些的教会领袖 根本就不想请牧师 因为他们算来算去的话 你想请一个牧师 跟每一个星期 请一个讲言来 当然是每一个星期 请一个讲言来 比较滑的来 因为大概就是 你要给的就是大概百分之 就是百分之 不是百分之 五分之一或者八分之一的 薪金而已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牧养那一方面的 当然另外 我在说一个很大的困难 今天在澳洲所面对的 就是政界上的不同 政界上的不一样 造成很多教会的分裂 从早期的台湾的 蓝力党的问题 到目前讲广东话 教会所面对的 香港浪潮的 问题 香港政界 因为国安法的引入香港等等 所产生的这种强烈的对抗 造成很多海外的 讲广东话的这些教会的分裂 另外当然 如果来自中国的 也是分为两派的 有很多是继续 虽然身在海外继续很红的 我们说很支持中国政府的 那么有些就非常反对 中国共产党的 但马来西亚也还是有 我们有些是支持那只鸡的 有些可能更看重那头马的 但是最重要的 我刚才说 还是属灵生命的问题 这些在华人 教会成年后移民 就是可能像我这样成年之后移民的 有些已经在家乡里面 已经做了教会的领袖 去到海外教会 人群不多的很快的 我们就发现到他们就做了 顺理成章的做了教会的领袖 但是 有些的所谓的教会领袖 真的是对圣经一知半解 或者我应该说连半解都没有 我就看过一个教会的领袖 在教会里面 他在上去上台读经 你知道我们以前的圣经是 有上下的分成四部的 他可以从一边读 他不是读下面来读 读过这边去 马来西亚人如果是大陆的人 这么读的话 还得情有可言 因为他们是坟的 不是树的 但是马来西亚人 他可以从这边读 读过那边去 你想想 这样的领袖他在家里有没有读经 可能连圣经都没有 这位还是从小在教会里面 长大的孩子 所以今天我牧养的一些年轻人到我们教会里面 都自称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 问他们最基本里面 圣经里面的所谓的圣经故事 就业当中谁是谁 谁是谁 讲什么 他们不知道 但是叫他们搞节目 一流 所以 那么你期望 这样的 所谓的信徒 他们跟神的关系 会怎样呢 会很大的困难 所以这样的信徒若是成为教会的领袖 他们要的是权力 依靠的是自己的血气来到治理 他们会把牧师当成员工 特别是许多华人教会 真的是对牧师的待遇是非常差的 教会呢 很多时候就成为他们斗争的游乐场 甚至把私人和家庭的恩怨 好几代继续带到教会里面来 继续成为他们的战场 第三个 我再说领袖面对教会架构 我再讲的就是特别是为理工为的那个架构 的一些困境 架构上的问题我相信 你们的传道是比较清楚这个体制的 因为他之前处的就是为理工会 为理工会是有调派制度的 也就是说每一年到了年底的时候 教会就开了一个大会 然后就没有邮签了 没有之前就决定 委派部就决定说 派谁这个牧师到哪里去 但是和沙拉伊很大不一样的是什么 首先澳洲根本上就是有八个不同的州属 或者是我们说七个半州属 或者是国家来的 有不同的政纲 每个州都自以为自己是最好的一州 最了不起的 所以我们有不同的驾照 我们有不同的车牌注册 我们有不同的教育体制 我们不同的医疗系统 虽然是自由国家 你可以从这一州移到那一州 但是你每跨过一周 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就是更改你的驾照 然后换你的车牌 学校的教育制度也不通的 你知道最简单的一个立案 你如果在昆州 你叫了一辆ambulance 你是免费的 你去到维多利亚州 你如果没有另外买保险的话 一趟的救护车ambulance 至少1200块以上 所以我的PPT 就大概简列讲的这些课题 我就不深入的讲 你看另外就是不同它城市 它的生活水平是相差非常远的 那么你搬到另外一个城市 有些师母需要上班的 就没有办法跟牧师去了 所以他们需要额外的负担 孩子学习有时候也不能班的 因为如果他是刚好 差了一年就要进大学的话 他就去到另外一个州属 也是不行的 因为你考不了进大学 所以这些都是给牧者 增添了许多的困难 他是要做出这么多的安排 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 体制我再说让我们陷入困境 当然这个体制 我不是说全不好 他真的有他很美好的地方 但是或者在澳洲的那种情形 是必多于利 对了另外我再说澳洲的华人教会 是不请文言的 因为澳洲文言的心经非常高 跟请个牧师是差不多的 所以他们的想法都是 我们倒不如请多用牧师 因为可以多用途 但是我刚才说了 开始说的时候就告诉你们 牧师是很怯的 所以他们仍然期望能够再请多 一个请不到的牧师 而不请个文言 所以很多这种所谓的行政工作 就落到牧师的身上 这些都是让一些年轻的传道人 特别是土生土长的那些ABC 的传道人 文身色变 最大的困难 就是这些小洋人的传道人 还有在一些Chinaman 就像我这样 Chinaman的牧师底下来到工作 甚至整体上 很多教会都仍然是 有我们第一代的这些华人在服侍的 所以这个是噩梦中的噩梦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文化上的不同 不是人之间对错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些Chinaman的 看这些小洋人做事的方式 是相当不顺眼的 当然他们看我们也是很不顺眼的 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对的 他们是错的 我们在讲的不是对错的问题 因为我们就是不一样 他们看我们这么做很不顺眼 我们看他这么做也很不顺眼 我知道林牧师也曾经在海外 就讲过这个的问题之前 很多年前 所以我在说 这里又说的是什么 我们的英文堂 是我们这一代第一代的海外华人 所牧养不了的群体 我们需要的是第二代的 或者是第三代的那些华人 起来牧养他们的 那么这是我们华人教会的危机 我们真的求神兴起我们第二代 第三代去牧养我们下一代 甚至做本土的事工 讲到海外华人教会 我们需要的依靠的仍然是海外的移民 要么是信徒 要么我们就向那些移民到海外 非信徒去传福音 第一代的华人 第一代华人的信徒是永远生不了下一代的Chineman 我们生下来的一定是小洋人 所以这是我们海外华人教会的困境 所以第二代的华人 另外他们在语言的掌握上和文化上 是几乎不可能回来牧养你第一代的华人 是我们讲中文的教会的 就拿我的教会做例子 我在华人堂牧养的牧师 我们的牧师都是海外出生的 更惊人的是 在这些牧师当中70%是沙拉野人 我想 我讲了这么多 想一想 跟你们恩典有没有一点的关系 牧者的短缺是严重的问题 当然 单单 恩典一家是肯定不够的 因为面对牧者的短缺的 不只是澳洲 欧洲 北美我肯定 都同样面对这个的问题 由于牧师的供不应求 所以教会总有引起不合格的 或只是没有做好准备的 所谓的传道人来当任牧师的诱惑 然而 时间证明 这导致 这些都是导致失败的原因 在执事的人险方面更是松散 不懂圣经 我刚才说 甚至连重生都是问题的 都有疑问的 仍然可以做教会的领袖 牧师能期盼 他们来帮助自己教会吗 他们所带给教会的很多时候 就是吵吵闹闹的教会 花了一大堆的时间 纠结在解决一些很基本很小的问题上 对门徒的培语 对圣经的学习 不要讲仙教传福音 他们根本没有兴趣 我在说讲了这么多 我在总结的时候海外教会的问题 我想我必须回来交代 我开始的时候提出的 这儿恩典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大有关系 那么请允许我在下一堂讲到 圣经于教会宣教的时候 我卖个观子给你们回应吧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主你 你把你自己的话语释下来 一本无物无妙的话语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人 我们这些罪人 都不能好好地珍惜你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有太多自己自以为是的 我们求主你怜悯我们 让我们教会 在挑选我们的领袖 我们的长老 我们的牧师的时候 真的能够确定 确认他们是一群 坚守你话语的人 也是我们的教会 才不会偏离你的道 我们祝此祷告封主 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谢谢郑牧师让我们了解 在澳洲Bisbon的教会那边的情况 关于圣经无物与教会领袖 我想我就从恩典进行会 我们这个角度和大家分享 我们恩典进行会 我们是改革中的进行会 我们没有避讳也不害羞 我们是大胆地承认 也是这样的宣告 我们是改革中的进行会 所以因此我们要求 我们的长老 我们的执事 我们的弟兄姐妹 特别是我们的领袖 我们的牧者 我们的长老 执事 我们要有同一个的神学的立场 要怎么达到呢? 因为在我们外面的神学院所受的训练 你外面所读的一些书 外面很多很多的书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如何分辨 什么是正确的书 所以灵牧师在这方面 他就提供我们协助 所以我们每个目前 我们已经开始了 每个星期二 星期五 我们早上的时间 我们长老和牧者们 我们一起的来读 灵牧师所指定的 要我们阅读的书 这些 然后我们读着 我们思考 写报告 然后分享 然后从中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同样的神学的共识 或者神学的坚固 同样的一个立场 所以当只有这群的教会的领袖 他们能够在神学的立场 能够异样 能够同心的时候 他们才能够带领上帝所给他们的羊群 如果这群的羊 这群的领袖彼此不一样 彼此都 最重要的那个神学基础 都有分争的话 他们是很难带领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方面 我们要做的 所以当教会的领袖们 建立起这个共识之后 然后我们接下来下一步 我们就是要引导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和我们同一个的共识 同一个的神学立场 所以弟兄姐妹们 请预备好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今天 这几天的讲座 只是开始 所以接下来 我们星期二星期五的晚上 我们有神学导论一 所以我们 请弟兄姐妹 预备心 我们一起的来学习 一起来建立 我们同样的 成为神学的立场 然后当全体教会同心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面对一些异端 一些各种各样外面的学说 所带来所给我们的冲击 或者是所要给我们的诱惑 我们就懂得分辨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所以这是我们恩典金星会 目前我们可以做的 所以我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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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